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活动度最大 使用频率最高 斜同肌肉最多 对生活品质影响最大的关节是哪一个吗 答案是肩关节 因为它的使用频率与活动度是最高的 所以它也算是最容易受伤的关节 像我们之前在复健科 每天也要处理很多肩膀有问题的个案 这部影片我提供两个检测动作 以及四个可以自己完成的肩关节动态松动术 除了使你知道自己的肩膀有没有角度受限之外 也让你学会可以让肩膀滑动更加顺畅的运动哦 大家好 我是Juicy物理治疗师 你有没有发现肩膀的关节 它可以做出各种角度的动作 而在我们的身体上能做出这么多角度的关节 就只有肩膀和宽关节 为什么啊 跟它们的关节面是有关系的哦 因为肩关节和宽关节的关节面是一个圆圈 就像一个大碗弓一样 周围啊一整圈都有大大小小的肌肉保护住 为了要固定关节不要脱臼 但为什么肩关节又会比宽关节容易受伤呢 宽关节在人体主要负责沉重 所以固定宽关节的肌肉比较强壮 而日常动作上面 宽关节的使用量又比肩关节的动作少了很多 反之我们来看肩关节 它不需要沉重 所以周边的肌肉也比较没力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双手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 没力的肌肉加上高使用频率就等于容易受伤 而且如果一下子活动度太大 肩膀也很容易脱臼 为了使肩膀不容易脱臼 在肩关节的周围就有着大大小小的十几条肌肉 肌腱带在保护着它 但不幸的是啊 当可以梳理的肌肉越多 肩关节就容易像多头马车一样都乱处理 马车就容易乱跑 楼肥奔出去 地球还是抱着着冲在最前面 假扇让兄弟爽爽倒下 举例来说像公骨头 因为周边负责的肌肉太多了 就容易被旁边的肌肉拉扯而跑到其他的位置 就像常见的驼背、圆肩之类的 其实啊就是公骨头胃移了 那公骨头胃移会怎么样呢? 公骨头胃体啊 就会撞到旁边的肌肉韧带或滑硬囊 然后肩膀就发炎了 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肩胛肌 不管肩膀撞到什么或夹肌到什么 它都会产生一个现象 叫做动作受限 你可以试试看做这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手往上、往后摸 可以摸到对侧肩胛骨的上脚 第二个动作 手往下、往后摸 可以摸到对侧肩关节的下脚 如果你有一个动作无法做到 那就是你的肩膀角度出现问题了 今天我带你用弹力带辅助 做肩关节的动态松动术 这部影片适合给那些 肩膀动作受限还不会太严重 偶尔觉得肩膀紧紧的 双手可以往后背 但摸不到另外一只手的这些人使用 如果你已经是严重的五十肩 这个运动可能不太适合你 但不用担心 我下一次会做比较适合 严重五十肩的棒子健康操运动 在开始运动之前 我想先让你学会一个简单的肩膀复位动作 因为现在大家习惯都不好 所以容易有圆肩和弓骨前移的问题 而这两个姿势都会大大影响你肩关节的角度 跟训练的准确度 所以在做肩膀动态松动术前 要先做弓骨复位的动作 一开始手肘伸直平放两侧 把肩膀前上后下的旋转 最后把肩膀放在后下方的位置 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运动了 第一个运动呢 我们要增加的是抬手的角度 将弹力带绑在肩关节上 并往后下方拉紧张力 把手臂打开三十度左右 手肘伸直 一直抬到肩膀紧紧的便停下 反复操作直到角度增加 一组做十次 每天执行三组 抬手的过程 尽量不要出现过度耸肩的动作 很多人肩膀角度不够的原因 是因为圆肩或姿势不正 而导致肱骨头相对前移了 或是肱骨头在做动作时 没有出现向下滑动的动作 这时可以透过弹力带的辅助 使举手过程中的肱骨头一直停留在肩关节正中的位置 第二个动作我们要增加的是外转的角度 一开始将弹力带绑在肩关节的地方 向后下方拉紧 肱骨头护胃 将手抬起90度预备 若是抬到90度会出现耸肩 可以把手臂往下放直到肩膀不耸肩哦 做出外转的动作 反复十次每天执行三组 在做外转的动作时 大拇指的位置从指向自己转向指向后方 要注意做动作时 手肘不会出现往下掉的动作 你可以想象手里拿着气球 往后上方飞起的感觉 做动作时身体保持端正 不要出现驼背 记得要肩膀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复位好 才不会做错哦 第三个角度呢 我们要增加的是外展的角度 把弹力带绑在肩关节上 将带子啊 锁紧后往正下方拉 做一次肩膀腹位 手肘微弯呈现45度 大拇指朝后 慢慢举高从45度到120度 反复十次每天执行三组 举高的过程中 手肘放松不要过度弯曲 身体挺起 也不要拖背 也不要出现过度耸肩的动作哦 在做外展的动作时 弓骨头主要是往下滑动 所以这时我们要注意 弹力带的位置要绑在正下方 才能帮助弓骨头 做出往下滑动的动作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只手 往下抓住弹力带来代替 第一次的动作我们要增加的是肩关节的内转角度 一开始将弹力带绑在肩关节上 并往后下方拉紧做一次关节腹位 将手做出内转往后背的动作 若是会感到刺痛 则角度不要这么高 可以拿一个毛巾或是棍子 帮助手拉角度 内转拉伸时 肩骨头容易出现过度往前滑动的问题 记得肩膀尽量不要往前 保持肩膀在正中的位置拉伸 停留30秒再继续往上增加 若是觉得肩关节前侧或后侧有酸痛 则停留 刺痛的话便角度降低一点 不要过度拉伸 总结一下 透过这部影片 你学会了两个检测动作 以及四个用弹力带辅助的 关节动态松动术 别忘了 每天都要跟我起来 动一动活动肩关节哦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肩膀角度已经受限了 因为肩关节周遭有很多条肌肉 只有其中一条肌肉受伤时 其他条肌肉会马上帮忙补上去带肠 所以其实你感受不到它已经受伤了 直到扣不到内衣 晒不到衣服 演变成50肩厚 那其实就代表那些可以帮忙的肌肉 已经损害的差不多了 所以那时候不单单只是一两条肌肉的问题 而是一整条肌肉肌腱和韧带都需要治疗调整 所以五时间的治疗周期 往往都要半年以上或更久 其实你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只要一开始肩膀只有一点点卡卡的时候 就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松动术就可以缓解了哦 那你们知道除了肩膀有卡卡身外 第二个容易有卡卡身的关节是哪个关节吗 在下留言告诉我哦 别忘了 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下一次的更新哦 拜拜